新闻头条来看到新竹县市分家明年将满40年了 大新竹的合并议题 甚至竹竹苗合并升格为第七都 最近都掀起了地方高度讨论 新竹县长杨文科就特别邀及竹竹苗首长和明代一起来言商 苗栗县县县长徐耀昌等也出席讨论 大多是乐观其成 竹竹苗政坛大咖排成一排举起右手凝聚共事 今天获新竹县长杨文科邀请来到县政府共同言商 竹竹苗合并升格为第七都直辖市的可信性 我们竹竹苗的科技产业蓬勃发展 特别是在科技的研发经费 我们三线是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 所以对于这些产业的发展跟脉络 成为一个科技的巨肉 有成立为竹竹苗直辖市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新竹县市分家明年满40年 大新竹合并议题引发地方高度讨论 苗栗县县长徐耀昌竹竹苗三位议长和七位立委都出席言商会议 新竹县长杨文科表示 升格第七都是竹竹苗相亲共同的愿望 中央统筹分配税款比例悬殊 72%集中六都 剩余十六县市只分配到28% 新竹县民平均获配8050元 排名更是全国倒数第二低 议长张正荣也乐见升格第七都 须从长计议 苗栗县县长徐耀昌则认为竹竹苗为共同生活圈 对新民有利的前提下同意合并 但不同意只有新竹县市合并 未来我们成立了这个委员会 他们都会集市广益 然后把这个时辰 把这个该做的都能够超前部署 把整个大格局完成了以后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主要的 这个理想的一个第七都 会议最后作出六大结论 包括支持竹竹苗合并升格为直辖市 但不同意新竹县市合并 也强烈建议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 照顾全国民众 并研议成立升格第七都推动委员会 广纳各界意见 让合并升格加速推进 一二一